唐糖是谁 眉间有蓝天 耳并配青山 双脚踏避浪 身披凤凰山 小家伙就是第七届 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吉祥物 特别小瞧它 唐糖不仅能展现唐山文化特色 还要带咱们体验 本届旅发大会的别开生面 大会备受瞩目 C位当属唐山南湖 作为本届大会主会场 白天这里是风景宜人 功能完善的城市会客厅 夜晚这里是美食宜人 音乐光映水舞 奇上阵的休闲club 大会期间 唐山南湖的绿色生态魅力 又实力全粉一大波 像这样的文旅融合示范样板 在这次大会的 重点文旅项目观摩活动中 有多少 唐糖说 看不过来 根本看不过来 除了好看好玩 更关注好前景 大会三体时间里 河北城市金秋夜游推广活动 再起范儿 文旅发展论坛和投资融资大会 招商对接会 忙举办 不仅要叫想和新品牌 打造示范样板 还要持续输出 更多精品 活动这么好 假期还没到 怎么办 别急 线下实地观摩 沉浸式体验 线上全球直播 视频连线 主打360度 无死角的参与感 河北新联播 也报道了 本届发大会盛况 仪式举办 全省联动 各地也都开展了 许多各剧特色的 文化旅游活动 咱就是说 一圈了解下来 不仅让清津机游客 更向往到唐山打卡 也让这么近 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的品牌影响力 着实又扩大了一把